而且在整個灌籃的這個狀況裡面 简號是比較優美的那種 就是那種條件的 他是Latte喔 對 他是Latte比較優美 那黑的就比較紮實了 简號完全是靠他的face來灌 他有實力 有face 那就加分了 Double加分 简號在把球往空中一窗 這個你灌籃的力道是相當強的 創意不錯 而且空中360度 我們當教練還是蠻嚴謹的分數 得點7分 我想張柯佑教練應該是 等到李雲強去灌籃的時候他就會給高 因為他沒有帶過簡報 沒有 以前在比賽的時候 只要比賽的時候 灌籃不進是一定被降下挨罵 不是挨罵 不是 只要你灌籃 灌進也不一定會挨罵 對啊 對啊 灌進不一定會挨罵 然後投進 投進的不一定好球 對啊 好玄啊 對啊 比如說教練以前有一個學長 他在中間接引 拿到球接引的時候 張教練就說 你灌籃 你傳球 傳球啊 然後結果他沒有傳 教練罵 他跟教練說 教練沒有人接引我 教練說 那我告訴你 我把整個情務連的兵 教練來接引你好不好 經典 張柯佑教練最經典的一段話 简號 好可惜 這次的灌籃失敗 不過他還有再一次的機會 他這個是在空中做了一個拉桿 有一點像之前的灌籃的 灌籃王 Dominican Wickens 哇 這是简號冠軍啊 我 我當認為简號 他的灌籃 就是 就蠻像一個阿龍剛 阿龍剛 年輕出來的灌籃的那種味道 但是简號如果再把這個細節 再怎麼放球的狀況再放好一點 那會更好 你看看 跳起來之後呢 空中呢 還在做一個拉桿的動作 一個倒水桶的感覺 所以說這球來講就是简號 剛好時間 還有他的在空中的一個掌控間 简號 喔 好可惜 好 我們第三冠籃如果第一冠失敗 還可以再一次 還可以再一次 這次的灌籃失敗 不過他還有再一次的機會 他這個是 在空中做了一個拉桿 有一點像之前的灌籃的 冠籃王 Dominican Wickens 哇 這是简號冠軍啊 我 我 我都認為简號 他的灌籃 就是喔 就蠻像一個阿龍剛 阿龍剛年輕出來的灌籃的那種味道 但是简號如果再把這個細節 再怎麼放球的狀況再放好一點 那會更好 你看看 跳起來之後呢 空中呢 還在做一個拉桿的動作 一個倒水桶的感覺 所以說這球來講就是简號 剛好時間 還有他的在空中的一個掌控節奏 非常漂亮 四十五分、三十九分 以及四十四分 简號是一百二十八分 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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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搭 肯德基四大天王童 想吃什麼 自己選 卡拉脆雞 納奧涼烤製 金魚花 阿辣雞翅 四種美味 分量多更多 只要二四九元喔 一天是一年 一年 它說愛 每一年 每一年 都算 是 Glenn 菲德 重一棵樹 簡胎四百六十五公斤 現在申辦台信銀行GreenLife信用卡 這位地球眾棵樹 GreenLive信用卡 但是這個力量好像不夠 其實你看出來他的手掌很大 他這個馬球是扣住的 扣住這個球的 對我們可以看到一下李俊瑋 他是去年選秀D 就進來的這個球隊 但在整個上場的機會 還是比較少一點 還需要去多加強 因為他今天在整個比賽裡面 他是選擇了這個打SB 放棄了這個學校的一個比賽 他在兩者放棄一樣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有所警惕自己了 好看李俊瑋的第二罐 借用一些 是不是也用一個貼紙呢 李俊瑋是不是也要用貼紙 哎呀這個是學NBA的灌籃方式 但是 剛好我是把他定在籃板的上方 他是定在籃板的下方 這個差距很大 意識到了 年輕球員都給大家鼓勵 鼓勵 鼓勵 再鼓勵 對對對 說好 他再踹一次 李俊瑋把Media精靈的這個Logo 貼在籃板上面 同時間他把球灌進 但是 他把球灌進 其實那個力道是比較輕的 他重點是在把貼這個Media精靈 這個老闆會很開心 無力 無力 再無力 不過你可以看到李俊瑋 至少你可以看出他在灌籃有花招 我們先撇開他的力道的一個問題 至少你可以 要貼貼紙 不要灌籃 很忙 對 不過 Hawr 把藍光的上面 對 藍板上方跟下方 對 李俊瑋 看第三關如果他能展現力道的話 其實分數應該還是會高的 WOW 肥的感覺 他把你變分 八分 三個八分 兩個九分 所以要看看李俊瑋的得分 到底是多高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先讓我們平成呢 來做統計的時候 岳英立來囉 看李俊瑋的得分到底是多高 第一關他是拿下40分 第二關也40 第三關是42分 所以最終是120 應該是122分 李俊瑋122分的話 那麼他進入到決賽應該是可以賭定 現在 現場的DJ呢 也希望在場邊 一些 冠匠級的球員能夠上來秀一下 所以我們看到三位進入到冠籃大賽決賽的名單 包括了桑德斯135分 減號128分 另外李俊瑋是122分 李俊瑋在決賽當中必須要一口氣有機會貼兩個貼紙 要不然 不過跟你剛剛 黃桂一直講到說 李俊瑋不是沒有 就是他的力道 我們說冠籃大賽來講 不是你只會飛 重點上冠的時候你有那種力量 利於美 對不對 不是只有利沒有美 只有美沒有利也不行 但是對於亞洲球員來說 其實你要兼具利於美是比較困難的 對 這樣說也是最最正確 不過我覺得說在國內來講 不是沒有這些冠籃的戰將 你可以看到田磊 信安 還有林志祺 還有吳黛 許浩誠應該不會讓我們希望 表演如何上來 不過這時候他冠籃我覺得 我不主題他冠 因為他在旁邊休息很久 會受傷 會受傷 所以說硬拱上來的話 我就會不好 所以不要硬拱一些 而且他如果本身 平常就沒有冠籃練習的話 他更容易受傷 尤其你現在做了很久的球場之下 你沒有熱身 尤其你是開肌肉又是 沒有暖肌 已經關肌肉的球之下 不然就是看徐浩誠要點誰上來 幫他冠這個球 我點誰來講 目前大家都是起乎南下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